蚕就好像生活一样要去亲身体验的 任何一种学问,技艺,或者是灵性的羞耻 都必须经历一段艰苦的磨练过程 才能够攀登高峰的 所谓未经一番寒切骨,枕得梅花朴鼻香 近代的人比较喜欢促成 在少遇到挫折,就会半途而废 或者迷信命运的安排,自嘲缺乏机缘巧合 蚕诗参蚕那种折风目雨的精神 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宋代蚕诗导英 参蚕开误之后,作了一首蚕的解语 他说 南北东西任险兮 古岩寒松冷依依 无人到我惊行地 明月清风赴雨水 他的意思是说,无论东南西北,道路都是一样那麽崎嶽的 但是我是过来人了,历经万水千山,不管多艰难,我都会精进勇猛地努力 任凭古岩上的寒松冷清依依 无人和我突破重重的阻险,走过从前我惊行过的地方 那我所体会到的明月清风又赴托给谁呢? 无人到我惊行地,明月清风赴雨水 正好说明了,如果无人有恒心、毅力去经行过大师从前所走过的道路 又怎能够体会到大师的心灵世界呢? 古人踏雪沉梅,是要经过严寒的风雪 如果各位学习导英禅师参禅,那种不怕劳苦数十年如一日的精神 无论做任何事都会成功的